今天炒多一碟菜,四松一汤,第四碟 炒完这碟就差不多要开餐了,不要再炒了 明天再炒过 这一碟叫做江西铜业 铜,金银铁石的铜 我们看看江西铜业的估计又如何 其实无巧不成话 弟弟在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读经济锡市的毕业论文 就是写铜的卡帖 即是他们合在一起控制价格 在1900年代的时候 我们说的是江西铜业最高的价格 曾经去到32.5元 最低是少于1元,大约7亿多 现在中间是18.2元 就是中间偏高一点 起码知道价格 历史好悠久是古老的股票 所以来说应该比较可靠一点 好了 最近的你见到的 其实是一个下降轨来的 我看看最近这一年 你见到 5年 由2011年这十几二十年来说 下降轨最近升上去 最近勾回上去 我们来看看最近一年的价格 最近是这样 在这里上回来 我们来看看上升的速度 或者轨迹是怎样 好吗 在这里 这是上升轨迹 这叫上升轨道 当它离开这个轨道 比较远的时候 它又跌回来 离开得远的时候 升得高的时候 跌回来 升得高的时候 跌回来 地心吸力地扯回来 但是它接近这个上升轨时 它会弹回上去 是吧 好像这样 在中间的价格位 你才会问 如果你很明显知道升 很明显知道跌 你都不会研究它 在中间 现在它是一个下降势 这个下降势很明显 连跌了四天 跌到哪里 有支持 在这里会有支持 在这里 我应该不用不同颜色线 红色线 17.3 它会有支持 即是短暂的支持 但是分分钟 如果支持不到 就跌回到下面的上升轨 所以如果要买这支358的话 即是何时下油 何时兜起它 就是这样 第一 你看到它接近17.5 17.3 或者17.3 17.4 有一天两天 它不跌 OK 你在这里捞货 在这里捞货 我又用绿色线 大家显示哪里捞货容易 OK 在这里捞货 17.3 这个第一条绿色线 在这里捞货 捞货之后 它会升上去 升上去的时候 这些股票升的时候 大概是你预计5% 6%可以斩货 OK 但如果一旦 你在17.3 你捞货 但它跌穿了 17.2 跌穿了的话 你就放了它 止蚀 变成这样就没事了 OK 这个就是短期 怎样炒358的方法 但是另外一方面 它跌穿了 OK 走到去线 跌穿了 跌了下去 当它接近上升轨 红线的时候 其实你就可以安心了 基本上在这里 接近上升轨的时候 你可以骂它 在这里会赚得多些 这个就比较保守 但是如果不跌下去 你便进不了 是吧 这个就是怎样炒358的方法 这个股票历史悠久 暂时来说 中长线仍然可以炸 OK 过多个两个礼拜 如果觉得我的分析 是有用 而且有效的话 给回反贵讯息 OK 多谢大家 还有给个like 还有 subscribe 分享给朋友 OK 拜拜